这是你能买到最便宜的索尼PS官方授权之区 图马斯特新品T598 以及新的高端旁体Hypercar 那一套3399的价格表现怎么样呢 欢迎观看我的评测视频 哈喽各位车手们我是高翔 图马斯特T598 相信很多GD赛设器的玩家最近一直在关注 包括我也是 这是图马斯特第一个PS平台的直驱产品 和他们第一个PC平台直驱T888相比 有着更低的价格和独特的电机技术 T598采用的是轴向磁通电机技术 这个是模拟赛车领域第一个使用这个技术的产品 这个轴向磁通电机也是现在新能源汽车品牌 接下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传统直驱模拟器器做是采用静向磁通电机 这两种电机区别 简单讲就是同样电机直径下 轴向电机可以安装两个转子 所以它的扭矩密度更高 让T598可以做到五流米的恒定扭矩 这里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是恒定五流米 市面上大部分直驱机座宣传的扭矩都是分子扭矩 肯定是达不到宣传的扭矩 而分子扭矩的部分 图马斯特则是用来给用户自己选择路面 以及转车等力和效果的大小调整 另外也因为轴向直驱有两个转子 T598就不会有大部分直驱机座那种转动时有齿槽感的问题 会很顺滑 并且这种机座的特性也让它响应速度很快 但这个结构的直驱也有个缺点 就是上热问题 这方面图马斯特也是着重去设计来控制温度 不过这个机座也正式采用了轴向直驱的原因 使得它的外观比较大 机座前后是塑料中间是金属材质 整体高度达到21厘米多 加上机座原本的底座螺丝孔锯和以往图马斯特皮带机座不一样 使得市面上大部分支架是无法直接安装的 需要使用自带的底座来转接安装到传统支架上 当然这个支架是有带角度的 这就会导致你需要降低一点支架安装方向盘的高度 或者提高一点这个显示器安装的位置 那之前大家问了这个挡屏幕问题 其实调整好安装位就可以 因为这个机座没有比方向盘大 开车的时候大家也不会通过方向盘里面去看路 另外你如果是桌面使用 那T598也自带桌面夹具可以安装 支持2-5厘米厚度的桌面 然后机座背面依次是电源接口 排胆手刹接口 踏板接口以及Type-C数据接口 那踏板接口旁边还有一个未启用的接口 暂时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另外这次T598机座也是TOMAS的第一次加入液晶屏显示 所有机座的功能都能在方向盘上进行操作 并且目前也只能在方向盘上操作 电脑上新驱动目前还没开放的参数调整 只能用来升级固件 不过说实话机座上有屏幕并且能显示的内容够多 调整设置是最方便直接的方式 不用再切出游戏或者去拿手机开这个软件来进行调整 那这块屏幕除了调参数外 还能显示档位 车数 转数 排名 圈数 单圈时间 以及这个其余 不过大部分要在这个PC上的软件才能完全显示 比如Airacing,ACC,极限竞速8这些的 那显然PS的GT赛射器只能显示这个档位测速、转速和幻档指示灯 另外幻档指示灯有GT和放程式两种效果可以选择 一个是从两边到中间 而另外一个是从左到右 另外机座可以切换三种模式 PS4,PS5和PC 一些老的PS4游戏需要切换到蓝色模式使用 那新的PS5游戏选择红色 然后来说方向盘 T598套装自带的盘体是30厘米直径 盘体大部分是塑料材质 很轻 握把部分只有两边是橡胶材质 类似T300GTA盘体 侧面这个合模线是有点明显的 而上下是塑料材质 盘体正面是反碳纤维的纹路 盘体总共是17个按键 其中右下角的按键可以切换不同的LED灯扩展4种的按键配置 不过这个盘面的键位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老师潜意识认为这个右边的4个按键 对应的是PS手柄的4个图形按键 然后盘体背面是图马斯特现在统一的这个直径快拆接口 拨片方面的话是磁细结构 手感还不错 形成比较短 另外现在图马斯特新盘体上面都预留了一块位置 我猜测是后续给换挡指示灯 或者这个液晶品之类的配件来留的这个接口 那T598套装虽然这个盘体质感一般 但在整套3399的价格下 控制成本也能理解 如果需要质感好的盘 那图马斯特这次也发售了目前不带屏幕里最高端的这个盘体 Hypercut 这个盘体宽度是32厘米 皮质握把 上下是Alcantara材质 那底部一块是这个锻造碳纤维的装饰 盘面整体是金属材质 除了有一个摇杆 4个旋柳 6个按键和两个拨杆外 还有磁吸拨片和双离合 不过这个双离合不在背面 而是在前面两个旋柳两边 通过盘面快捷设置可以实现双离合这个联动结合 还有手刹以及油门刹车这个替代功能 另外两个LED灯可以根据游戏信号变为晃档指示灯 以及这个旗域和维修区的指示 那这个盘整个质感还是非常不错 设计也很漂亮 手感也很好 两侧握把处特地夹出 握起来很贴合手指 不会悬空很舒服 不过价格方面也是图马斯特目前最贵的 2999 大家觉得怎么样了 接着来说套装的踏板 这个外观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 这个采用的是FanTech CSL踏板的结构设计 T598套装配的是双踏板 油门刹车是3.5音频线转接到这个镜头接机座 不能单独使用 两个踏板都是采用这个霍尔传感器 刹车配了两个硬度的弹环供用户自己选择 并且可以通过两边的距离朝微调力度 最硬的力度下和T3PM差不多 不算重接近民用车适中的脚杆 大家有需要可以自己淘宝买更硬的弹簧来进行更换 另外由于是双踏板结构 这块面板也比较窄 导致这个踏板孔位和自驾之前的TLCM T3PA那些踏板恐惧也不一样 这个大家需要自己量一下孔位是否合适自己的自驾 另外后续会单独卖这个压力刹车套件 也会更换这块面板 应该就会变回原来TLCM的孔位 然后来说力回会效果方面 首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GT赛车器 这里不得不提为GT赛车器开发的这个TGT 这个是我2018年开始做模拟赛事UP组 第一个视频里出现的产品 它是皮带传动的基座 然而在6年后的今天 它还能打 这主要得感谢商量一点的更新速度 FanTech虽然拿下了新的GT授权 但商量一点不花时间给它调游戏适配 导致FanTech直驱在GT的表现很一般 完全没有PC平台的性能表现 而TDFB效果独占 让TGT在GT7的表现 又于PC平台几个等级 在GT7里面还能和FanTech 直驱打得有来有回 那么这个TDFB效果T598有吗 答案是目前没有 TGT的TDFB效果 是通过机座后部的 这个独立振动器来实现 电机本身只负责反馈利回馈信息 所以会有这个额外的效果传递 而在T598并没有这个模块 不过图马斯特利用了直驱电机的高频震动技术 实现了这个模块的功能 但可惜的是 可能是GT制作组还没给T598调试的原因 T598现在套用的是TGT的配置 在换档以及推头时 高频震动可以做到和TDFB差不多的效果 那其余的效果就没有 等于只实现了一小部分的TDFB效果 更多的可能得等商量一点主动来调试支持了 不过该说的一点是 即使没有完整的还原TDFB效果 现在这种利回馈和震感信息已经很不错了 一切大家可以自定义这个换档的震感强度 最大强度换档时会通过支架传递到脚上和屁股上 在GT7里T598现在给我的利回馈细节感觉 是要好于这个DDPRO的 但是因为没有完整的TDFB 所以会略不如于这个TGT 不过利回响应的话是要比这个TGT快的 另外T598有一点很好 就是TGT的这个TDFB效果只能在GT赛车使用 而T598的这个高频震动在PC平台也是能用的 在ACC这些还在更新的这个游戏里面大部分都能支持 会有不同于传统值区的这个回馈体验 那至于官方宣传的这个5-16米动态扭矩 我长时间测试感觉5牛米恒定扭矩是有 但16米分值扭矩只有在散路间碰撞之类高频震动产生的情况下 才能感觉到有差不多的力度 其余分值扭矩我只能感觉到6-7牛米左右 至于官方介绍的这个分值14牛米我是没感觉到 可能是官方只是测试能达到而已 现在保护电机温度目前固件没释放出来 大家就把它当做这个5牛米的恒定扭矩机座来看待就行 符合这个价位的性能表现 像这个飘移回旁这些速度都很不错 最大力度刚好和侦测飘移回旁速度差不多 然后来说一下散热问题 T598在我长时间的最大力回馈器要测试 温度表现的还不错 摸机座是能感觉到发热 但力回馈效果没有丢失和下降 皮带机时代的这个过了问题目前测试没有发现 整体感觉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有几个问题我评测时发现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购买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一个是电流声 T598在通电待机时认真听会有这个细微的电流声 并且手搭在方向盘上能感觉到震动 但一转动起来这个声音和震动就消失了 这个是待机时正常的现象 游戏时没有这个问题 理论上固件修改待机的工作模式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另外一个是高频消叫 在开大扭矩高响音的设置下 强烈的力回馈会产生基座消叫声 这个也是正常现象 说明书里面也说明了这一点 正常情况下这个声音会被游戏声音盖过 只有你静音或者很小的游戏声的时候这个声音才会明显 对于游戏力回效果上是没有影响 那最后就是机械阻力问题 目前1.98固件T598的阻力是有点低 我感觉是机械阻力不够 参数里面的机械摩擦和游戏阻力全开最高还是感觉有点轻 对于想还原接近侦测转向手感的玩家来说可能会不适应 在GT7这种自带回踪效果的力回游戏里 直线行驶时放手 方向盘会出现摆动 而在PC平台的模拟游戏不带回踪效果的则不会有这个摆动的问题 这个需要等官方更新固件加入这个机械阻力调整的选项来解决 目前机械阻力的手感我感觉是偏向电竞的设置 那这里我分享一下我的基座设置 GT7里面我利回馈是开到4,灵敏度开1 目前玩起来这个阻力感和利回馈细节比较折中一点 我在PC也是使用这个设置 那GT7里面的利回馈设置 我建议不要开高于5 因为GT7的利回馈设置一直有问题 开高了会过载 大家过高速玩时如果只感觉到有力在拽着 但没有路面颠簸反馈 那基本就是过载效分了 大家刚到手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更改一下利回馈预设 默认的预设率会效果很差 可能是照顾新能玩家 力度只有50% 响应速度也只开到第二档 那机座适配方面 这个是图马斯特的强项 毕竟是国际大牌 除了GT赛车外 和各个游戏制作组合关系也非常密切 所以基本上就是装玩驱动进游戏就能玩 有一些没有这种识别功能的游戏 读取一下官方的预设就可以 最麻烦的也只需要设置一下按键和轴即可开玩 像极限金属之类的也一样 不用担心有什么星座不能支持 需要等厂家改文件之类的方式才能玩的问题 那图马斯的T5985 我感觉PS平台的玩家可以不用犹豫直接选择 其实现在最有性价比 并且在GT7上利回馈效果支持很不错的直取产品 现在也很缺货 预设已经排到第二批了 而已经有的TGT的用户 如果只是玩GT赛车7的话 可以暂时不用更换 等GT7制作组出了T598的设置后 再看情况考虑 但如果同时也玩PC的话 倒是可以先来更换 因为T598在PC平台是要比这个TGT的效果好很多 而如果只考虑PC平台的话 那能选择就有挺多了 T598我用了几天感觉很不错 已经把这个玩GT7的设备从DD Pro更换成了这个 唯一就是插线的没有机械阻力调整的选项 感觉转向轻了一点 希望图马斯特能尽快更新固件来支持这个调节 那大家到时候也记得先更新固件 以上是我更新到目前最新1.98测试的结果 那么T598想必很多GT赛车7的玩家现在也都想要 那我们也办了一场GT赛车7的挑战赛 奖品就是图马斯特T598 车手获得T598套装 既看实力也看运气 欢迎大家前往模里赛车7的中国官网 SIMURACER.CN或GT7.CN来参与报名 如果这期视频都有帮助的话 请记得关注频道1.3连来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我是高翔 我们下期视频见